现在为您介绍 适用于抑制多种疼痛的脊髓电刺激疗法 也称为SCS疗法 随着年龄增长或外力因素作用 脊柱的椎间盘蜕变 导致神经根或脊髓受到压迫的椎间盘突出症 或是有保护神经作用的椎管 先天性狭窄 血流不畅 导致韧带增厚 骨化 椎体骨变筋 压迫结髓 神经根的腰椎椎管狭窄症 都是导致腰痛的主要原因 症状多数为腰部疼痛 腿脚麻木疼痛 导致腰痛的原因还有其他多种 治疗方法也很多 但是如果患者服用止痛药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后 腰部下肢仍然疼痛 又或许手术前恐惧拒绝服用药物 即可尝试SCS疗法 疼痛的信号是通过神经传到脊髓 再传给大脑的 所以SCS疗法就是用电刺激脊髓 干扰阻止疼痛的信号传入大脑来缓解疼痛 治疗流程首先是进行试用 局部麻醉后将刺激电脊插入保护脊髓的硬膜外腔 外侧部位 之后确认效果 电刺激的感觉因人而异 一般来讲是通通像按摩一样的感觉 确认效果很好 患者有使用的意愿 局部麻醉后就进行整套刺激器的正式植入手术 SCS疗法适用于85%的腰痛下肢痛患者 对于95%的使用者都有效果 可以缓解慢性难治性疼痛 又是局部麻醉 对身体负担也很小 对身体负担也很小